1月23號 貴州宣布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 退出貧困縣序列 中共黨媒聲稱 這不僅標誌著貴州省 66個貧困縣實現整體脫貧 也標誌著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消息警發民間巨大反彈 很多人在網上轉發視頻說 央視主持人說的脫貧地區 現實情況是這樣的 中共的所謂脫貧行動始於2015年 今年是所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年 因此從去年12月開始 西藏、重慶、黑龍江、陝西、河南等十多個省 先後聲稱貧困縣清零 今年11月16號到21號 寧夏、四川、廣西、甘肅 更密集宣布當地所有的貧困縣實現了脫貧 不過有河南貧困縣的學者對媒體表示 這種消息完全是官方出於宣傳的需要宣布的 對窮人沒有任何意義 那些所謂的摘帽貧困戶跟以前沒有任何兩樣 東北農民朱先生說 脫貧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 最近他們村裡還有人餓死 有個叫陳大綱的 地被政府徵收了 沒給補償 也沒低保 最後死了 四川梁山州市民陈先生也曾經提出 陳大綱的貧困縣 在這補償的貧困縣上的程度 到垃圾箱裡 減食那些人家吃剩下的收穿飯菜 他吃完之後呢 把剩餘的拿到他的破窩棚裡曬乾了 做成儲備糧 最後呢 不聲不響地死去了 總之他這死之前 連藥飯都不用 四川梁山州市民陳先生也表示 梁山州山裡的人吃不飽 穿不暖 在大梁山做救助義工的梁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自從政府在當地精準扶貧後 很多人更窮了 一些人家一年也吃不上幾餐大米飯 小孩七、八歲了也沒洗過澡 衛生紙也沒見過 河南前官員岳先生說 全面脫貧、奔小康是共產黨幾十年來的謊言 岳先生質問 這些人怎麼脫貧 所謂脫貧只是官方的自說自話 2020年以來 在中共病毒疫情及美中關係急劇惡化之下 中國的經濟、金融、外貿、市場等均受到重創 5月底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透露 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僅1千元 1千元租房都困難 現在又碰到疫情 可能更多人會反貧 6月上旬 財新網也報導說 中國有9億多人月收入不足2千元 那麼中共是如何實現全面脫貧的呢 一位體制內的理性官員揭露說 中共當局脫貧主要有四大戲法 1.降低脫貧標準 2.數據造假 3.突擊慰問 4.野蠻封嘴